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节课给大家讲解后边两种模式对应的例题 先说这个金融资产模式 甲公司在境外某地从事各类公路的投资建设与运营业务 二毛二一年一月 甲公司与当地政府签订PPP项目合同 甲公司作为社会资本方负责当地高速公路的建设运营和维护 根据PPP项目合同的约定 PPP项目合同期间是十年 其中建设期两年运营期是八年 根据项目合同的约定 合同期的第八年年末 也就是二毛二八年的年末了 甲公司需要对路面进行翻修 以使该道路保持一定的使用状态 大家注意这里边的翻修 跟我们之前无形资产模式里边的翻修就不一样了 那里边的翻修强调的是道路 的状态低于一定标准的时候 我们才需要进行翻修的 如果没有低于这个标准 需要吗 不需要 所以说它那个是保证类的质保 不构成履约业务 而我们这里边金融资产模式合同是怎么签呢 只要到第八年年末了 不管有没有低于约定的质量标准 都要进行翻修的 那就意味着这个翻修实际上构成履约义务了 它就是属于服务类的质保 你不能够认为它是保证类质保了 边用期盘以后 甲公司将PPP项目资产无偿移交给当地的政府 那甲公司的履约义务包括提供道路的建造 第一个运营第二个 路面翻修第三个 一共的是三个履约义务 我们要对应确认三个收入 虽然假设上述服务均构成单项履约义务 均满足在某一个时段内确认收入的条件 前甲公司从事PPP项目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 假设这个可能满足上述双特征双控制的条件 是可以按照我们这套游戏规则 来处理的 按照PPP项目合同的约定 政府方需要对甲公司提供的PPP项目资产 进行验收 包括满足道路如期完工通车 符合当地环保的要求 并在运营期间 持续保持道路的使用状态和正常通行等等要求 那通过验收才给你钱 不通过验收呢 不给你钱啊 所以通过验收之前我们所产生的这个权利呢是有条件的 因此呢要确认的是合同资产 通过验收以后政府答应给我们钱了 那这个时候要把它转为应收账款 如果没有满足验收条件 政府方则有权要求甲公司进行整改 直至验收合格 那也就是说验收之前呢 还可能存在着其他的旅游又需要旅行 旅行完毕了 没有其他附带条件了 才构成无条件向政府收取合同对价的权利 那么政府方验收合格以后 在运营期间每年末向甲公司支付1600万元的对价 那这个是产生了一个收取确定金额现金的 货币资金的合同权利 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金融资产模式 那甲公司合理预计 既能够达到验收的条件 公司采用成本加成法 确定各单项领域义务的单独售价 考虑市场情况行业平均毛利水平等因素之后 估计建造运营以及路面翻修服务的成本加成率 分别是5%、20%和10% 那甲公司预计其提供建造运营路面翻修服务的成本和收入 如下表所示 建造期二毛二一至二毛二二这两年 每年的成本是4000万元 我们用4000乘上一个1加5%的 乘上一个1加5% 这个5%的是加成率了 算出来的结果是4200万元 是建造期内 每一年我们应该确诊的建造服务收入 那么运营期二毛二三至二毛三零 每年的成本是80万元 要80乘1加20%的加成率 96万元 是我们在运营期内 每一年应当确认的收入金额 路面翻修服务是发生在 预计是发生在二毛二八年了 翻修的成本是800万元 要800乘1加10%的加成率 880是我们在二毛二八年 针对翻修这个履约一我应当确认的收入金额 假设合同期 各年的现金流均在年末发生 通过差值法 算出来该PPP项目的实际利率是6.18% 那这是一个内涵报酬率的概念 这里面有说明 是在合同开始日 各项里面有我确认的收入限值 大家注意我们确认的收入限值 相当于是一种现金流出 给人家提供确认收入 是针对我们给人家提供的服务 给人家提供服务 对我们来讲的是一种资源的流出 那这个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 现金流出的限值 让它等于什么东西呢 各期现金流量限值 各期的现金流量 是每一期政府答应给我们的钱 那是未来的现金流入 让我们提供服务发生的现金流出的限值 跟未来取得的现金流入的限值相等 按照差值法算这里边的折现率 这不是IRR吗 内涵报酬率 把它作为实际利率了 那么假定这个实际利率 体现了合同开始时 假公司与政府方进行单独融资交易 所反映的利率 我们后边算融资成分的利息收入 就是用期出的本金成什么 6.18% 那么不去考虑其他因素和相关税费 这个案例的背景资料到这就结束了 分析一下 这个例子当中根据PPP项目合同议定 我们在项目运营期间 假公司每年赠自政府方 取得1600万元的对价 即假公司在项目运营期 有权收取可确定金额的现金 应当适用于金融资产模式 来进行快捷处理 假公司在建造期间 每一年确认的建造服务收入是4200万元 前面已经算过了 同时确认合同资产 在通过验收之前 收款权是有附加条件的 所以确认的是合同资产 并在以后年度假公司拥有收取对价的权利值 把合同资产转为应收款项 那就是这个权利仅取决于时间流逝的因素 通过验收了 都没有其他的履业又需要履行了 只是时间问题 假公司在运营期间 每一年确认的运营服务收入是96万元 前面也都算过了 在二毛二八年确认的路面翻修服务的收入 880万元 前面也算过了 来吧 假公司在合同期各年的账务处理 首先是建设期第一年二毛二一年的账务处理 我们要确认建造服务的收入并结转成本 借合同资产带主营业务收入4200万 金额都已经算过了 我们按照发生的成本 借合同履业成本带相关课目4000万 再把合同履业成本结转为主营业务成本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现金流假定在年末发生 所以说第一年有融资成分影响吗 在年末这个点上确认合同资产 那么它在当年能产生利息收入吗 不可以 但是注意这4200万元的合同资产 到第二年的时候 那也就是二毛二二年的年末 过了一年的时间会产生利息收入的 我们要进行计题 建设期第二年二毛二二年的账务处理 我们确认建造服务收入并结转成本的处理 跟二毛二一年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快速的扫一眼 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进一步的解释了 那么第二个是确认融资成分的影响 说的是二毛二一年的年底 这个点上所确认的合同资产多少钱 二毛二一年底所确认的合同资产 这不在这儿的吗 4200万 4200万元 二毛二一年底这个时点所确认的 那么它在二毛二一年当年不会产生利息 刚才说过这件事了 但是到二毛二二年的年末经过了一年的时间 请问这4200万元会不会产生利息 会的 那就要集体了 在这里面一个说明 这里面所确认的融资成分影响是二毛二一年底所确认的合同资产 4200万元在二毛二二年所产生的一整年的利息 怎么算利率前面都已经给了 我们要4200万元相当于是二毛二二年初的本金了 乘上利率6.18% 算出来的结果 260万元借方继续增加合同资产 最后一笔一笔往回收 代方充减 一般的非金融业 代方是充减财务费用 大家注意 非金融业 确认利息收入直接充减财务费用 我们教材的那个例子呢 说还有一个利息收入等 利息收入这个科目是金融业所使用的 非金融业不用那个科目 所以我这里面直接就使用谁呀 财务费用 结合同资产 代方充减财务费用 确认的是利息收入260万元 这是建设期的处理 我们就做完了 下面是进入到经营期 运营期第一年是二毛二三年 我们要确认运营服务的收入 并结赚成本 收入前面表格当中 按照成本加成法都已经算过了 借合同资产代主营业务收入 为什么确认合同资产 因为要验收 验收合格之前不构成 无条件向政府收取对价的权利 这不就典型的合同资产吗 那我们发生的成本 80届合同履业成本 但相关科目 同时把80万元的合同履业成本 结赚为主营业务成本 第二个是确认融资成本的影响 就是针对我们账上有的那个合同资产 因为将来要结赚为应收款项 应收账款 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利息收入 那么这个融资成本的影响 就包括二毛二一年这个点上 所确认的合同资产 还记得吗 是4200万元 随着时间的推移过了两年的时间 到二毛二三年这个点 所产生的利息收入 那么还包括啥 还包括二毛二二年 进一步确认的合同资产 也是多少钱呢 4200万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二毛二三 经过一年的时间 所产生的利息收入的合计数 如果思路大家都搞清楚了 剩下的是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了 我们先说 最早二毛二一年确认的这4200万元 那么到二毛二三年产生的利息是多少 我们一期一期往下算呗 先算到二毛二二年 到二毛二二年产生的利息呢 是4200万元乘上6.18% 那考虑本金和利息 到二毛二二年的年末呀 你说本息合是多少吧 4200万元乘上一加上6.18% 那么大家注意这个数字 这一串 是最早二毛二一年确认的合同资产4200万元 到二毛二二年末这个点上的本息合 到这个点上的数字 而我们现在是哪一年呀 现在是二毛二三年呀 这个点相当于是二毛二三年的年初 那这个本息合作为二毛二三年期出的本金 到当年年末还会产生一年的利息 那你就再乘上一个6.18% 那下面呢 是二毛二二年当年进一步确认的合同资产 4200万元 到二毛二三年年末了 再说一遍 第二笔呢 是二毛二二年的年末所确认的合同资产 4200万元 到二毛二三年的年末这个点上 又过了一年的时间所产生的利息 那就是4200乘上6.18% 所以呢 这里边中国号大家看到了吗 中国号里面有两串式子 这串式子4200乘上一加6.18% 刚刚说过了 是二毛二一年末确认的合同资产 4200万元 到哪呢 到二毛二二年年末的本息核 而这个4200是什么 是二毛二二年当年确认的合同资产 那么他们两个加起来 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 理解为二毛二三年年初的本金 到二毛二三年的年末过了一年的时间 还会升一年的利息 那你就在这个中国号和技术的基础之上 我们再乘上一个6.18% 算出来的结果呢 是535万元 借合同资产 代房充建 财务费用 接着说 那么第三 甲公司在拥有收取对价的权力时呢 这个权力仅取决于时间流逝的因素了 那就意味着通过验收了呗 坐等收钱 本利呢是政府方承担向甲公司支付款项的义务时 再说的直接一点通过验收的时候 那到底你就得给人家钱了 我们要把合同资产转为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 所以分路呢是因为每一年答应给我们多少钱 给我们一千六 借应收账款 贷合同资产 是一千六百万元 就是把合同资产 重分列为应收款项了 那么把这个钱收上来的时候呢 每一年借银行存款 代房充应收账款 就结束了 第四 二毛二十四年至二毛二十七年 比这二毛二十三年的快捷分路来进行账务处理就可以了 我们就把它略掉了 那么二毛二八年有什么事啊 还有一个履约义务要提供 就是翻修 我们要确认路面翻修服务的收入并减转成本 收入的金额显面采用成本加成法已经算过了 所以呢借合同资产 代主营业务收入八百八 因为这个也要通过验收才行的啊 才给你钱 因此我们也要确认合同资产 同时呢按照发生的成本 借合同履约成本 代相关科目八百 我们再把合同履约成本八百 节转为主营业务成本 那么其余账务处理 比照二毛二三年的快捷分路来进行 是不是就行了 我们就把它略掉了啊 第六 二毛二九年级以后的账务处理呢 跟之前也都是以下的 我们就不用重复的讲解了 略掉了 那么关于金融资产模式的一道力听 我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下边 是混合模式 你看这个名字 那它既有金融资产的成本 也有无形资产的成本 所以需要怎么样 在二者之间进行分摊处理 甲公司在境外 某地从事各类公路的投资建设和运营业务 二毛二一年的一月份 甲公司与当地政府签订PPP项目合同 甲公司作为社会资本方 负责当地某富尔高速公路的建设运营和维护 根据PPP项目合同的约定 这个合同期是十年 建设期两年 运营期八年 这个资料跟前面都差不太多 期完以后呢 甲公司将PPP项目资产无偿移交给政府方 甲公司的旅业义务包括提供道路的建造 运营服务 两个假设上述服务均构成单项里约用 均满足在某一个时段内确认收入的条件 且甲公司从事PPP项目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 假设合同满足上述双特征双控制的条件 按照PPP项目合同的约定 运营期间甲公司有权向通行车辆收取通行费 那么由于该高速公路尚未全线贯通 对车流量可能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为保证甲公司的投资回报政府方向甲公司保证 甲公司在运营期间收到的金额不少于人民币是5600万元 以及按照6%年利率确定的利息金额 以补偿甲公司取得收益的货币时间价值 那么这一部分体现的是金融资产模式 那么甲公司预计运营期间每一年的收取的通行费用是1600万元 那我们收到总的对价 或者说确认的建造服务收入总额 确认的合同资产总额 如果说超出了金融资产的部分 那个差额体现为无形资产模式 所以把它称之为混合模式 甲公司采用成本加成法 确定各单项利润义务的单独售价 考虑市场状况行业平均毛利水平等因素之后 估计建造服务的成本加成率是5% 甲公司预计其提供建造和运营服务的成本如下表所示 那么建造服务是二毛二一和二毛二这两年 提供的每年的成本4000万元 运营服务二毛二三至二毛三零 每年的成本是80万元 其实这个资料跟前面都差不太多 甲公司从事该PPP项目的资金 全都来源于银行的借款 借款的年利率是6.7% 这里边的金融资产 它不是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但是这里边的无形资产部分 是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所以借款费用分配给无形资产的部分 我们要先把它记录到PPP借款支出科目的界方 等到项目形成的时候 对应转到无形资产的成本 那么我们借款费用分配给金融资产的部分 费用化记住到当期损益就可以了 那么假设合同期间各年的现金流均发生在年末 不考虑其他因素相关税费 计算结果保留账数 这个案例的基本资料就这么多 分析一下 本例当中假公司为政府方提供建设高速公路的服务 其有权收取的对价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从政府方收取的5600万元现金的收款权 当然还考虑货币实现价值了 那么本期还包括收一部分利息 因为我们是逐期收取的 不是一次收的 第二个是在运营期间向通行车辆收取通行费的权利 那么这个权利构成无形资产 由于确认的建造服务收入金额 超过了有权收取可确定金额现金 就是超出了这5600 因此我们应当把这个案例适用于混合模式来进行快捷处理 假公司建造期间 每年确认的收入金额成本加成法 用成本4000 乘1加5%的加成率 4200万元 那么两年的合计金额是8400 我们在建造期怎么做 借合同资产带主营业务收入 假公司在确认建造服务收入的同时 要确认合同资产 集中未来将分别确认为应收款项 与无形资产部分的分摊 如下表所示 我们看这张表格 那么每一年的建造服务收入 我们按照成本加成法算出来的是4200万元 加起来是8400 我们将来从政府手里面收的是多少 5600 那么分配给两年呗 每年是多少 2800 那大家也看到了 每一年我们提供的建造服务收入呢 是4200万元 而政府答应给我们保底的是2800 4200减掉2800 每一年还有多少 是吧 还有1400 那这1400啥意思 那就是给我们一种收费权备 一种特许金融权 所以呢 对应这两个1400 我们将来要把它确认为无形资产的 算一下比重吧 他们两个加起来的是5600 他们两个加起来呢 是2800 那我们用5600除以5600加上2800的合计数呢 67% 用2800除以2800加5600的合计数呢 33% 为什么要算这个比重啊 就是为了后边借款费用的分摊做准备 那么借款费用分配给谁 无形资产的33%呢 要资本化处理的 而分配给应收款项的67%呢 分用化处理就可以了 那么甲公司提供建造服务取得的对价当中 对应收款项的部分包含重大融资成分 应当考虑货币实现价值的影响 因为政府答应给我们的这个钱 不是一次给 分若干年给 那得考虑融资成分啊 那就意味着每年的年末 要针对期出账上的那个合同资产 确诊利息的收入 在建造期间 应当确认的利息收入是168万元 怎么回事 那其实呢是哪一年啊 是二某二一年的年末 所怎么样 二某二一年的年末这个数啊 二某二一年的年末 所确认的合同资产 所确认的这个合同资产2008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二某二二年的年末 所产生的利息收入 那你注意二某二二年的年末 当年所确认的合同资产2008 在当年会产生利息收入吗 不会的呀 因此这里面大家注意 2008其实对应的是什么 对应的是二某二一年的年末 所确认的合同资产 到二某二二年建设期的第二年 所产生的利息收入 那么成利率6%的结果呢 是168万元 因此呢在建造期间结束时 也就是二某二二年的年末了 甲公司未来应当确认为 应收款项的合同资产金额 怎么算 两个2800是5600 再加上第一个2800到第二年 产生的利息168 就刚刚算出来的这个数字 他们两个相加的结果 看看是多少 是5768万元 那么这个数字呢 是对应金融资产部分 那将来怎么样 当收款的这个权利 仅取决于时间流逝的时候 把它重分类为应收款项 收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借银行送款 带房去充应收账款就可以了 那么运行期间 甲公司收到的通行费 需要在应收款项和无形资产之间 进行分摊 其中分摊至应收款项的部分 视为应收款的收回 分摊至无形资产的部分呢 确认为运营服务的收入就可以了 那么有人说分配给应收款项的部分 你不确认收入吗 已经确认完了 分配给应收款项的部分 或者说对应应收款项的这部分合同资产 我们在建造期已经确认收入了 也就是说 分配给应收款项的这部分合同资产的收入 全都是在建造期确认的 而分配给无形资产的这部分的收入 一部分确认在建造期 还有一部分是确认在运营期 稍稍复杂一些 分摊计算如下 运营期的期初 那也就是二某二几呢 二某二三年的年初 或者说二某二二年的年末这个点上 这个点上是运营期的期初 合同资产的余额 我们刚才已经算过了 是五七六八 大家注意这五七六八 是分多少年往回收呢 是在运营期内 有八年的时间 从二某二三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二某三零 这不是八年的时间吗 那么每年往回收的金额是相同的 这是一个等额年金 我们能不能够算出来 每一年收回的数字是多少呢 当然这里面大家看到的是929 问题是这929是怎么算出来的 如果说给定每一年的现金流是929 让我们算它的限值折到二某二年 这个点的限值 大家应该都会 我们要929乘对应的普通年金 限值系数是不是就可以了 而我们现在的已知数是什么 是这个点上的限值五七六八 在限值的基础之上呢 倒推每一年的现金流量是多少 怎么算 我们要限值五七六八 除以对应的普通年金限值系数 就可以了 那么折现率呢 百分之六 前面给定的利率了 期数呢 是八年 就是从二某二三 一直到二某三年 正好是八年的时间 我们就能够算出来什么呀 每一年等额收回的 注意每一年等额收回的金额是 929万元 就是政府答应给我们保底的 这一部分 是分八年平均往回收 每一年收这么多 而我们像客户的那个收费 大家注意每一年是多少 每一年的是1600万元 而政府答应给我们的是多少 政府答应给我们保底的是929 就是我们总共每一年往回收的 是运行期每一年去年的收入金额 那你注意这1600 政府答应给我们的是每一年929 差额呢 1600减掉929 那这个结果是671 是什么呀 是车主啊 消费者给我们的 那么这一部分是哪一个权利带来的 是那个特取金额权 那个收费权 或者说那个无形资产所产生的 所以这一部分呢 是对应分配给什么 无形资产的部分 而这个929呢 是对应分担给应收款项的部分 那么这一部分是来自于政府给的 这一部分是来自于什么样 车主给的 贾公司在合同期内 各年的账务处理有限 那么建设期的第一年12月21年 我们要确认建造服务收入 并节转成本了 大家都会了 是吧 数字呢 我们前面通过成本加成法 也都算过了 借合同资产带主营业务收入 是4000 借合同履约成本 带相关科目4000 同时呢 把合同履约成本 截转为主营业务成本 大家要注意 我们在建设期第一年 221年的年末 所发生的合同履约成本 是4000万元 占用了借款的资金 当然这里面的例子 默认的是一般借款 因为那是按照占用的部分 算资本化的金额 那么这4000万元 是在221年 年末这点占用的 那么它在当年会产生利息吗 不会的 反正 到下一年呢 到建设期第二年 222年的年末 过了一年的时间 会产生一年的利息 那么这一年的利息 对应分配给 无形资产的那个比例 还记得吗 33% 就要资本化处理了 下面是建设期的第二年 222年 那我们确认建造服务收入并截转成本 跟221年的处理是一模一样的 还用重复讲吗 就不用了 第二件事呢 是确认融资成分的影响 这个融资成分 前面我谈过了 它其实说的是哪一年呀 说的是221年建造期第一年 在这呢 建造期第一年 所确认的合同资产 分配给应收款项的那一部分 是多少钱 是2800到222年 经过一年的时间 所产生的利息 如果大家忘记这个数字 我们回去查一下 有一张表格 在哪呢 在这呢 这是221年建造期第一年 所确认的什么呀 合同资产 对应分摊给应收款项的那2800 因为将来要结转为应收款项 就是固定肯定要往回收了 所以要考虑融资成分 要确认利息收入 那么分配给无形资产的这一部分 本身收费金额就不确定 没给你保底 这一部分不涉及到确认融资成分问题 所以大家注意 确认融资成分 对应的是金融资产 非金融资产 不涉及到确认融资成分问题 那么这2800呢 是221年年末所确认的呀 那么到222年的年末 这不过了一年的时间吗 要产生一年的利息收入 而222年的年末 当年所确认的这2800 在当年会产生利息吗 不会的 但是这个2800到223年怎么样 如果还没有往回收的话 会产生利息收入 后边是依此为推的 所以来吧 哪个 是这个是吧 那么也就是 221年的年末 我们确认的合同资产 对应分配给 应收款项的部分 到222年的年末 这不过了一年 这不过了一年的时间吗 会产生一年的利息 所以说用2800 乘胜利率6% 算出来的结果168 借合同资产 代方去充建财务费用 确认的是利息收入 接着走 第三呢 是确认资本化的借款费用 其实刚才我已经铺垫了 这个借款费用呢 也是哪一年啊 也是221年的年末 所发生的合同成本 在哪呢 这在这呢 4000万元 占用的是一般借款资金 要进行资本化的处理 所以这4000万元 是在哪一个点上呢 是在14000吧 看是不是4000 没问题啊 那么是在221年末 这个点上发生的 这个成本占用的 一般借款资金 会产生一年的利息 那我们用4000 去乘上百分之多少 6.7的利率 借款的利率啊 银行借款的那个利率 前面给定了 在乘上分配给 无形资产的比例 是33% 前面表格当中都有了 结果是88万元 借PPP借款支出 代应付利息 或长期借款应付利息 是88万 那大家注意 那220年的 其余借款费用 4000乘6.7% 乘上67% 分配给金融资产的部分 是180万元 我们按照借款费用 准则的规定 就费用化 进入到当前损益了 因为金融资产 它不是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第四呢 我们在PPP项目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把合同资产 及PPP借款支出 结转为无形资产 来吧 那么合同资产有多少 前面的表格 分配给无形资产的部分 每一年的是1400 那么两个1400 加起来是2800 没问题吧 所以呢 我们这边带了一个 这呢啊 我们这边带了一个 合同资产 是2800万元 同时呢 把上一笔分落 借方的PPP借款支出88 从贷方给它冲了 加起来呢 是2888借无形资产 那到这的话呢 无形资产就形成了 建造期结束以后 也就是222年的年末了 合同资产科目的余额 我们也可以算一下 如果站在做账的角度 每一年建造期 每一年确认的合同资产 是4200 就是对应确认建造服务收入的 那个金额 我们按照成本加成法 算出来的 那两年下来呢 乘二呗 4200 乘二 8400 我们再加上什么呀 再加上 第一年的确认为应收款的 那个合同资产 到第二年 所产生的利息 168 168 我们刚才在这个位置怎么样 算过了 作证的时候 借方确认了一个合同资产 那当然要把它加过来了 同时呢 再减掉什么 再减掉 截转到无形资产里面去的 2800 在哪呢 在这个位置 我们代发 充了这么多钱 那就把它减掉呗 算出来的结果呢 是5768万元 那这个5768 将来要逐期转到哪里去 转到应收款项里面 应收账款里面 然后逐期收回来 那这部分合同资产 是属于在未来收取 可确定金额的部分 就是政府答应给我们的那5600 因为要考虑融资成分嘛 就寄给我们这个本金 也给按照时间价值算的利息 并按照实际利率法 确认融资成分的影响 那么在假公司拥有 收取对价的权利时呢 确认为应收款项 就是这个权利仅取决于 时间流逝的因素 验收都已经合格了 到点给我们钱 没有其他的旅游就要旅行了 那么无形资产 科目的余额是2888万元 那么在运营期间内 按照直线法进行摊销 就可以了 下面呢是二毛二三年 经营期第一年的账务处理 当假公司拥有 收取对价的权利 这个权利仅取决于 时间的流逝因素时呢 把取得无条件收款权的对价 即转为应收款项 那么当假公司收到的这个款项的时候呢 确认为应收款的收费 我们前面有一个表格 按照等额年金法 用限值除以对应的普通年金限值 记住还记得吧 算出来每一年等额收回的 从政府里边收的 是929 那么把它重复列为什么 应收账款 但合同资产借应收账款是929 什么时候做这个账呢 政府答应给我们钱 验收多可可没有问题 那么当把这个钱收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借银行总管贷款 充应收账款929 那下面呢 就是当把最后一笔钱收回来之前 每一年都要确认利息收 只要该期期出账上有余额 那么到当期的期末呢 就会产生利息收入的 所以呢 这5768 随着时间的退移到 二末二三年的年末经营期的第一年 会产生一年的一年的利息收入 5768乘6%的这个实际利率啊 就是我们前面按照差值法算出来的 那个内涵报酬率 346万元 这个不是到银行借款的那个利率 到银行借款的那个利率是百分之多少来着 到银行借款的那个利率呢 是百分之六点七 这里面有两个利率 别搞错了 那么二末二二年末 或二末二三年初的合同资产余额 将来要节奏为应付账款的 5768乘是什么样 内涵报酬率 百分之六 结果呢 是346万元 因为前面说这百分之六啊 是政府 企业跟政府单方面融资的那个利率 对应节奏为应付款项的 这个合同资产的利息收入 用的就是这百分之六了 结果呢 346借合同资产代方充减财务费用 第三 确认运营服务的收入并截赚成本 那么每一年分摊至无形资产的部分呢 是671 就是用总的那个收费 减掉哪个数呢 减掉政府每年给我们薄底的这929 那是多少 是671借银行存款贷主营业务收入 那这个是跟车主说的 成本是80万元借合同履业成本 贷相关科目 同时呢 把80万元的合同履业成本 结转为主营业务成本 第四呢 是对无形资产进行贪销 用无形资产的成本 2888除以8年 因为运营78年 361 带累计单销 借主营业务成本 就可以了 第四呢 是2024年及以后年度的账目处理 原理呢 跟2023年是一样的 我们就把它略掉了 OK 那么关于混合模式的这道例题 我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回去呢 再体会体会啊 那接下来 我们通过一组表格 把PPP会计处理 三种模式的核算 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它们有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先说相同之处 在建造期 都要确认合同资产 和建造服务的收入 结转成本 运营期呢 也都要确认 运营服务的收入 并结转成本 分路呢 借合同资产 带主营业务收入 带相关职务 借合同履业成本 带合同履业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不管是哪一种模式 都有这些处理的 那下面我们重点是 关注左边不同的地方 对于无形资产模式 那么这里面的翻修呢 那前面都说了 低于一定的质量标准呢 我们要对它进行翻修 没有提供额外的服务 它不构成了业务义务 所以呢 按照或有事项准则处理 带预计负债 如果是折到运营期 第一年年末的话呢 我们直接带一个 预计负债借一个 主营业务成本 就可以了 而到第二年呢 我们除了带预计负债 借主营业务成本以外呢 那么第一年年末 运营期第一年 二毛二三年年末 确认的那个预计负债 到二毛二四年 随着时间呢 都也会产生一年的利息 那这个利息呢 我们带预计负借 财握费用 第二个呢 是确认资本化的借款费用 借PPP借款支出 带应付利息 或长期借款应付利息等等 那么运营期间呢 我们要贪销 无形资产的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带累借贪销 下面是金融资产模式 和不同之处 要针对合同资产 确认融资成本 要确认利息收入的 我们借合同资产 代方充减财务费用 同时呢 我们要确认路面 翻修服务的收入 在前面的案例里面 不是说质量低于 一定的标准才需要翻修 只要到228年 必须提供翻修服务 它构成一个什么 额外的 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服务 构成履业务 我们要确认 翻修服务的收入 并结赚成本 借合同资产 代主营业务收入 借合同履业成本 代相关科目 代合同履业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混合模式 我们要对它进行分拆 那分拆的金融资产部分呢 参照金融资产模式来处理 金融资产部分的收入 全都确认在建造期 那么分拆的 无形资产部分 参照无形资产模式来处理 那么无形资产部分的收入呢 一部分是确认在建造期 还有一部分是确认在运营期 那分路 要针对将来形成金融资产的合同资产 确认融资省份 确认利息的收入 借合同资产代方充减财务费用 第二个呢 是计算金融资产部分在运营期内 等额收回的金额 那收回时呢 做下边处理 借应收账款 代合同资产 那等额收回的这个金额呢 我们按照等额年金法算出来的 那把钱收回来 借银行存款 代应收账款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 这一部分的应收款 没有确认收入 这一部分的应收款 当它是合同资产的时候 在建造期 就已经全额确认收入了 第三呢 是计算金融资产 和无形资产部分分摊的比例 那么借款费用分担 给无形资产的部分呢 要进行资本化的处理 借PPP借款支出 带相关科目 OK 那么这节课就给大家讲解完毕 谢谢大家